第771章考核开始,小伙手里多了一枚火红色的果子,这是记录安临别之前送给小伙的。如果没有小伙,可能他现在已经长年于地下了。这枚果子就当是感谢小伙的救命之恩。 爷爷,父亲,我们上路吧。柳无邪走回来,脸色恢复正常,表面上看不到任何变化。没事吧,柳修诚没有多问,唯一担心怕孙子惹上大麻烦。没事,只是一个误会而已,已经解开了。柳无邪不希望父母还有爷爷为自己担心,变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了。柳修诚跟柳大山相似一眼,他们岂能看不出来,无邪在瞒着他们。 既然他不说,两人也不好强求,带着族人,只好继续上路,傍晚的时候,终于踏上那半截山峰,苍穹上的星光照射下来,虽不如白昼,却也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,不妨碍大家的视线。远远望去,人山人海,好多的人,跟在身后的那些弟子,一脸的火热之色,已经忘记了山脉中发生的一幕。 讲到他们很快就要加入天灵仙府,兴奋的手足舞蹈。只有柳无邪,静静地看向四周,脸上无悲无喜。柳家也好,天灵仙府也罢,对于他来说,只是一处修炼场所罢了。 我们来得较晚,赶紧找个地方先休息吧。柳修成看了一眼四周,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,只能朝偏僻一些地方去,让弟子休息。 连续赶路,每个人都很疲惫,走了约莫展查时间,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,开始安营扎寨。 接下来这段时间,家主会讲解天灵仙府考核的规矩。柳无邪坐在自己的帐篷里面,隔绝了跟外界的联系,闭目打坐。 小伙就趴在柳无邪脚边,吃了一枚火属性果实,身体又壮大了一圈。 一直到后半夜,目录续续有人前往此地,几十万米的平台上,塞满了数百万人。 规模之大,让人扎舌,每届天灵仙府只招收五千个名额,前来参加考核的弟子,多达十万左右。 真正能脱颖而出,却是少数,年纪不得超过二十五岁,境界不得低于话音镜, 这是天灵仙府给出的硬性规定。 所以,整个平台上,只有柳无邪这一个特殊,天色一亮,柳无邪从帐篷里面走出来,放眼望去,周围都是人。 大家都集中起来,明日就是考核的日子,我跟你们讲解一下考核的内容。 柳修成招呼一声,十多名弟子靠近过来,等待家主的训事。 整整齐齐坐成一排,足中常被坐在四周,以免有人前来挑衅。 天灵仙府考核,一共有四关,每一关都至关重要,相信你们在来之前,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考核内容。 柳修成目光横扫一圈,每个人的表情尽收眼底。 谁也没说话,虽然知道,还是希望家主好好讲解一遍。 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个大概,远没有家主知道的多。 第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,称之为问天,只有国勒问天长桥,第一关才算合格,这一关考验你们的道心。 柳修成缓缓道来,柳无邪暗暗记在心里,这些信息,柳家藏书阁并未收藏,都是口口相传。 从以往的记录上来看,第一关就能刷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。 非常的恐怖,第二关,问心,柳修成继续往下说,第一关是问天,考验跟朱天的契合度,有些人天生就能得到上苍的眷恋。 而问心,问的不仅仅是道心,也是自己的本心。 亲信不坚定者,道心缺陷者,统统都要被淘汰掉。 只有通过了问心门,才能进入第三关,这一关又会刷掉一批人。 前面两关,起码超过一半的人失败。 第三关,天赋测试,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,只要你熬过了前面两关,我相信你们的天赋,都能过关。 柳修成目光看向十多名弟子,他们都是万中无遗的天才,天赋并不缺。 竞争虽然激烈,柳佳有几人天赋起码能排进前一千左右。 第四关也是最惨烈的一关,试炼,考验你的整体实力,是不是绣花枕头,如果是,就算你熬过了前面三关,依旧淘汰出局。 次关全部说完,每个人脸上既有担忧,也有兴奋,对于天赋强大,内心坚定的弟子来说,前面几关自然不是问题,只要在最后一关试炼拿到好成绩即可。 那些心性不足者,就算天赋再高,第一关也许就会惨遭离开。 规则是公平的,没有投机取巧可言,考核的步骤你们都明白了,现在我跟你们简单讲讲天灵先府的内部构造。 不论他们能不能成为天灵先府的弟子,柳修成还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。 除了柳无邪之外,大多数人都在二十三四岁左右,错过了这一届,下一届就没有机会了。 柳无邪还不满二十,这一届被淘汰掉,还有重来的机会。 天灵先府分为一栋,三庭,五院,七峰,构建出来完整的天灵先府。 柳修成缓缓到来,说的不是很全面,大体的构造,基本都了解。 讲细信息,不允许对外透露,柳修成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。 至于一栋,三庭,五院还有七峰的名字以及来历,并不知晓。 家主,如果顺利成为天灵先府弟子,有选择加入哪座山峰的权利吗? 一名弟子站起来,一副询问的口吻,大家也很好奇,按照排序,一栋肯定排在第一,应该收纳整个天灵先府的绝对顶尖天才。 其次是三庭,五院,最后才是七峰。 放到外面,都是天之骄子,进入天灵先府,才知道天才如蝼蚁,遍地都是。 大多天才进来后,反而变成了庸才,只有极少个别人,远远超出同辈,考核结束,只有顶尖的那些弟子,才会受到青睐,可能被一些长老收为弟子,大多还是服从分配。 柳修成苦笑的摇了摇头,迄今为止,柳家一直都是服从分配,还没有弟子被顶级的长老相众。 各个区域,都在跟门下弟子讲解考核规矩,以及进入后的一些注意事项。 没有问题的话,大家自由活动,切记不可走远,只能在附近,明日就是考核的日子,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 见大家没有问题了,柳修成示意大家可以自由活动,舒展一下筋骨。 主要是适应这里的环境,明天的考核,至关重要。 考核一共是十天,前面三关各一天时间,最后一关则是七天时间。 迅速站起来,有些在四周游荡,有些回到帐篷继续修炼,争取在最后的时间,努力冲刺。 柳乌鞋一步不朝平台边缘走去,大概百米的距离,站在平台边缘,只有一条路能上来,四周都是陡峭的崖壁。 刺骨的狂风,从山峰上吹过,聊起柳乌鞋的发思。 我听说今年的考核竞争非常激烈,诞生了很多真玄境高手,多打百来人。 在柳乌鞋不远处,聚集好几人,小声的交流,应该是某个宗门的弟子。 可不是吗?我听说飞雪宗的麻天明二十岁的时候,就已经突破真玄境,如今更是达到真玄三重。 右侧的一名男子,一脸唏嘘,大家的年纪差不多,为何有些人,远远地领先他们? 在场大多都是巅峰画阴镜,看似跟真玄相隔很近。 实则是天地之差,多少人一辈子都困在画阴镜上,无法凝聚真玄之力。 真玄三重算什么,我听说烈日门的柳剑术可是达到真玄四重境。 鸡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柳无邪暗暗地将这些名字记下来。 考核的时候,都是他的竞争对手,他们谈论的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,柳无邪也听到四大家族的消息。 谈论最多是王家跟原家,至于柳家,只是匆匆掠过,认为柳家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四大家族之一了。 转身离开,回到营地,钻入帐篷里面,静等考核开始,谁也不敢在此地打斗,一旦发现,立即被逐出,不准参加考核,整个平台上,倒也安静。 考核日期,如约而至,收起帐篷,每个人注视苍穹,等待天灵先府的使者降临。 日出东升,当第一缕朝阳穿透云层,抵达平台的时候,柳无邪看到远处虚空,飞掠过来十道人影。 还未抵达,恐怖的巅峰地旋之事,席卷整个平台。 前来的各大家族以及宗门高层,不犯很多地旋径高手,跟天灵先府的巅峰地旋相比,差距极大。 十人排成一排,周围的空间,竟然在不断地塌陷,这就是地玄境的威力。 柳无邪目光朝十人看去,从左至右,一共七男三女。 当莫在最后一人身上的时候,柳无邪眼眸一缩。 苗寒轩,柳无邪差点叫出来,他竟然也是考核官,事情有些麻烦了。 纪卢安明确地告诉他,苗寒轩这个人牙字必报,一定会想办法杀了他们。 没想到这么快就相遇了,十人目光横扫一圈,整个平台突然静下来。 我叫曲素,是你们今年的主考核官,跟往年一样,考核者做好准备。 唯有多余的废话,上来之后,直插主题,这就是天灵先府。 在他们看来,九成的人,只是陪衬的,没有必要跟他们过多的废话。 成功入围者,等进入天灵先府后,自然会好好交代一番。 去吧,相信自己,你们一定能成功的。 柳修成让他们十多人,迅速上前,等待第一关开启。 第772章问天长桥,陪同前来的那些人,自动退到远处,站在平台后方。 参加考核的十多万名年轻天才,则是站在平台前方。 这一届的苗子不错啊,横扫一圈后, 十名考官私底下交流。 说话的是右侧第三名女子,对这一届的考核者,很失满意。 希望考核的时候能让我们满意吧,不是一些靠单要提升起来的垃圾。 右侧第五名男子鼻音很重, 许多人为了追求境界,盲目靠单要强行提升境界, 结果第一关就被刷下来。 这种事情,每一届都会出现。 别浪费时间了,赶紧开始吧。 左侧第三名男子,有些不耐,让考核赶紧开始。 每个人身上还有很多事情,前来当考核官,只是临时的。 十名考核官,都是天灵先府的长老,身份地位崇高。 现在开始考核,所有人排好队伍,依次进入问天长桥。 趋速声音不大,却能传遍每一个角落,仿佛在他们的魂海当中响起。 这是一种因素,可以通过空间压缩之后,形成一股波段,钻入人的魂海。 前提魂力足够强大,很多人纷纷往前挤,想要先行登上问天长桥。 知名考核长老,双手开始结印,虚空上传来阵阵波动,偶尔伴随一阵阵雷鸣声。 随即,苍穹裂开,从无尽的天空深处,浮现一座梦幻般的长桥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问天长狼,也叫问天长桥,还有人叫他狼桥。 各种称呼都有,意思基本相同。 长桥两侧扶手用白项玉打造,晶莹剔透,散发出洁白的光运,形成万丈霞光,如同一道道彩虹,倒挂在天穹之上。 如此一幕,让无数人惊艳不已,包括柳无邪在内。 问天长桥从虚空上一点点降临,散发出无尽的滔天之势。 柳无邪安安吃惊,这条问天长桥,竟然沟通了上仓。 难道说,真无罢路,真的能连接星域,不然这问天长桥是怎么回事? 问天长桥的顶端,像是一片虚无的世界,代表天地最神秘奥妙所在。 只有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,才算合格,就算你走过问天长桥一半的距离,依旧是淘汰。 能走到尽头,那是少之又少。 谁也不知道问天长桥到底有多长,因为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,根据你的修为,你的见识,你的天赋等等。 越是得到上仓的眷恋,走得就越快,越顺畅。 有些人天生命格奇特,不遭受天地待见,上去就被问天长桥排斥,直接跌落下来。 从虚空之上,一点点降落,漂浮在平台上空,长度看似只有百米,却蕴含各种变化。 好古老的法则,我竟然闻到一丝丝纤纹的气息。 柳无邪暗暗吃惊,如果他没有猜错,这尊问天长桥,堪比天玄器,相当于人类的天玄境强者。 甚至更高,超过天玄器的存在,地玄境中神中很多,但是天玄境,却非常稀少,单凭雷劫难一关,就拦下了五成的修士。 现在开始登上问天长桥,放开你们的心神,切记不可强行对抗,不然后果自负。 拘束的语气不带一丝感情,强行登上仓对抗,结果只有一个,直接被诸天镇压。 金者被逐出问天长桥,重者废掉修为,直接成为废人一个。 排在前面的基本都是真玄境强者,没有人敢跟他们争抢,免得自讨没趣。 柳家因为差不多最后才到,所以排在了后面。 反正人人都有资格,先上去还是后上去,无关紧要。 第一个月上去的竟然是真玄五重,年纪二十三四岁左右,月起的那一刻,真玄之势,朝四周涌去,估计是为了吸引十名考核官的注意。 是玄云宗的宁海,他竟然突破真玄五重了,我记得不久前还是真玄三重镜。 人群传来阵阵惊呼声,不少人面露羡慕,如此年纪,能突破真玄五重,靠得不仅仅是宗门培养,还有自身的努力。 排在第二的竟然没动,他在等。 等宁海上去后,会出现什么状况,毕竟九成九的人,都是第一次参加,没有经验可谈。 只能从前面的人身上吸取经验,减少犯错误的概率。 踏上问天长桥,宁海停顿了一下,一股淡淡的光泽,从苍穹上滑落下来,落在宁海的身体上。 赖着不开始往前走,四周的声音仿佛消失了,宁海只身一个神秘的世界。 像是有无数法则,穿梭他的体内,动了,动了,大家聚精会神,看着宁海一步步往前挪,不到几个呼吸时间,已经走了十几步,看样子很轻松。 玄云宗那边,每个人都很紧张,宁海可是玄云宗万年难出的天才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漂浮在空中的十名考官并没有催促,前面几个较慢,这是正常现象,大家都需要学习。 快接近一半的距离了,周围都是嘈杂的议论声,仅仅过去一分钟,就走过一半的距离,不愧是中神州的天才。 过了半线之后,宁海脸上的表情微微动容,似乎遇到了什么阻力,前进的脚步,明显慢了很多。 柳无邪施展鬼铜树,想要看清楚问天长桥的构造,发现鬼铜树无法将其穿透。 连神石都无法靠近,被一股无形的法则,弹射出去。 神魂越强,反弹的力道越大,难怪其他人不敢轻易尝试。 滚海传来一阵刺痛,运转法觉,受损的地方,迅速恢复。 过三分之二线了,只有过了三分之二的线,第一棺材算合格。 降临在宁海身上的光泽,越来越盛,几乎将他完全沐浴在光泽之中。 全云宗那边开始高呼,庆祝宁海顺利闯过问天长桥。 虽然达到要求,宁海并未主动离开,继续往前走。 天灵先府成立几万年,真正走完问天长桥的弟子,屈指可数,不到五人。 最近几千年,最好的成绩,距离最后那一步,只有一步之遥,就被问天长桥排斥出去。 已经能看到问天长桥的最顶端,出现的那座神秘门户,像是通往上舱的纽带。 还有十步,宁海脸色越来越难看,像是一股无形的压力,将他排斥在外。 只剩下最后五步了,全云宗长老高呼一声,能走到这一步,已经算是绝世妖孽了,毕竟能走到最后几步,几千年来,就出现那么几个人而已。 大多人都止步最后那五步,快走啊,全云宗的长老还有弟子,开始催促,让他赶紧走。 只要迈出这一步,宁海的成绩,绝对会被载入史册。 抬起的右脚,终于还是落了下去,就在这个时候,问天长桥突然移动,覆盖在宁海身上的光泽全部消失,身体一个失控,从问天长桥上落下来。 距离最后还差四步半,也足以傲视群雄了。 可能是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,宁海回到地面上的时候,脸色很难看。 他二十岁突破真玄境,终神终谁人不知,零能走到最后一步,意味着他还是没有完全得到上苍的眷恋。 问天长桥跟天父没关系,跟实力还有境界也没有关系。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上去,只要受到上苍的关照,很轻松就能走到最后一步。 环岔四步,不能说明明海的天父一般,谁都知道,问天长桥跟天父没有一点关联。 第二个人略上问天长桥,跟明海一样,一道光泽照耀下来,身体快步朝前走去。 接着是第三人,第四人,上去之后,同样是光泽笼罩。 第五人上去的时候,刚迈出第一步,直接被弹飞出去,一名真玄一重,居然被淘汰掉了。 这个结果,让很多人大跌眼镜,垃圾,以为靠着破镜单突破真玄境,就能瞒过问天长桥。 左侧第三名男子一脸嫌弃,直接羞辱跌下去的男子石垃圾。 大浪逃杀,问天长桥将一些垃圾,全部筛选出去。 到了后期,速度越来越快,不断地有人上去,有人下来,平均四个人上去,就有一个人惨遭淘汰。 前面十几个人,除了宁海之外,例如飞雪宗的马天明,距离终点只有五步之遥。 还有烈日门的柳剑术,同样距离终点仅剩五步。 这些人都被十大考官默默地记下,不出意外,他们基本能加入天灵先府。 大多真玄境顺利过关,只有寥寥几人,在第一关就折几尘沙。 剩下都是话阴静,陆陆续续上去,大多数都卡在三分之二跟一半的位置。 小部分人卡在前三分之一的位置,淘汰的人数越来越多,有人兴奋,有人懊恼。 七情六欲,世间百态,在这里演绎的淋漓尽致,通过的兴奋,欢呼,失败的垂头丧气,搭拉着脑袋。 时间在快速的流逝,转眼到了中午十分,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上去,淘汰一万多人了。 如此高的淘汰率,堪称恐怖,难怪爷爷说,第一关问天长桥,才是最难的一关,考验你的耐心还有定力。 许多人还没上去,已经开始信心动摇,天灵仙府故意将五道失恋放在最后,将问天还有问心放在前面。 目的很简单,考验一个人的真正承受能力,一直到日落偏息,队伍越来越短,快要靠近柳家了。 王家排在柳家的前面,八十多名弟子,竟然一半度过了三分之二。 这个数字,绝对让人羡慕,柳家这边,柳林排在第一,柳无邪排在倒数第一,前面是柳心儿,时不时跟柳无邪交流。 大晚的时候,终于轮到柳家了,柳林第一个月上去。 痴明考官有些麻木,低于话音八重,似乎都懒得看一眼。 柳林上去之后,快步前进,不到一分钟时间,过了一半的距离。 其他柳家弟子,纷纷跟上,柳无邪顺着队伍,继续往前走。 两分钟之后,柳林顺利渡过三分之二线,距离终点还有十步的时候,被传送下来,成绩还算不错。 其他弟子已经上去,柳无邪身体一跃,刚到半空中,一道掌印突然砸下来,柳无邪身体回到地面上。 你小小的心和静,谁让你来的? 苗寒宣大和一生,原本没怎么关注这些考核弟子,眼角于光正好瞄到了柳无邪。 第773章考核名额,所有人愣了,连那些失败正在懊恼中的弟子,纷纷转过头,朝柳无邪看过来。 什么,心和静竟然也跑过来凑热闹,刚才大家的目光,都被问天长桥吸引走了,没有人注意柳无邪。 此刻才知道,他不过小小的心和八重镜,居然跑过来参加天灵仙府的考核,真是开天大的玩笑。 柳修成一脸担忧之色,虽然拿到了柳峰的姓函,获得一个考核名额,如果考核官坚持不让他考核,也没有什么办法。 这小子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,天灵仙府严格规定,前来参加考核弟子,不得低于话音镜。 不少宗门还有家族弟子,一个个幸灾乐祸,25岁以下的心和静,终神舟不计其数,如果人人都前来,估计考核到明年都无法结束。 所以才规定,年龄不得超过25,修为不低于话音镜。柳麟落下来之后,一脸的争鸣之色,无需他动手,柳无邪就会被天灵仙府的长老一掌拍死。 王家那边,也在笑盈盈地看着,想要知道柳无邪怎么死。 这是我的考核资格,柳无邪落下来之后,从怀里拿出一封书信,双手举天。 搜,书信神秘消失,落在屈宿的手中,饺子,这里是天灵仙府,我们有严格规定,就算你有考核资格,也是死路一条,准备受死吧。 苗寒轩正愁着没有机会斩杀柳无邪,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,那就送他上西天。 说完还要动手,不杀柳无邪,绝不罢休。 哽一下,屈宿打开书信,看了一眼,阻止了苗寒轩。 池人之中,屈宿年纪最大,修为最精纯,最为重要,他是一栋的长老,身份地位,都不是其他九人所能比拟。 屈老,此人藐视我们天灵仙府的规矩,理应当斩,如果人人都跟他一样,心何境前来捣乱,我们天灵仙府威严何在? 苗寒轩虽然不满,还是隐忍了下来,收回自己的手掌。 屈老,发生什么事情了?站在屈宿身边的考核官轻声问道,修炼道他们这个境界,早就无悲无喜,无情无欲了,内心更没有怜悯之心。 绝对不会因为同情有无邪,而出手阻止,清和静在他们眼里,连蝼蚁都算不上。 是他给的一个考核名额,屈宿将手中的书信,递给身边的男子,让他看一眼。 男子接过书信,看到上面的落款,眼眸一缩,脸上露出一丝忌惮,将书信传给下一个人。 就这样一个传一个,从左边传到右边,又从右边传到了左边,最后回到屈宿的手里。 苗寒轩看到书信的那一刻,眼神之中,同样是流露出一丝忌惮,脸色很难看。 你们怎么看,屈宿将书信收起来,没有还给柳无邪,而是朝其他九人问道。 柳无邪很是好奇,书信里面的内容他看过,只有寥寥几个字,意思给柳无邪一个考核名额,莫款居然是疯子两个字。 如果这封书信不是柳风大哥传回来的,柳无邪绝对不会冒险,一定认为是个玩笑。 此刻看起来,这封书信不是那么简单,他们自然不是给柳风面子,而是这个叫疯子的人。 没有人推荐,柳无邪贸然前来,只有死路一条。 如果不是得罪了苗寒轩,估计也就将柳无邪驱除出去,倒没有性命之忧。 一切凭屈老做主,这些人一个老成金,谁也不愿意得罪,将皮球推给了取素,让他来决定。 不论屈老做什么决定,跟他们都没关系,屈素心里将他们九个都骂了一遍,脸上却没有任何变化。 既然是疯长老推荐的,我自然不能一人做主,大家集体投票吧,同意他考核的举左手,作废的举右手。 屈素也不是吃素的,活了这么大,岂能没点手段。 你们想要置身事外,门都没有。 柳无邪对这个疯子长老,越来越好奇了,话音一落,超过七人举起了左手。 在他们看来,柳无邪这个级别,根本不可能过去四关,也就多等几分钟的事情。 最为关键,还不得罪疯长老,可乐而不为。 屈素案骂他们都是老狐狸,自己也举起了左手。 只有苗寒轩还有另外一名男子,举起了右手。 少数服从多数,超过八人同意柳无邪参加考核。 去老,如果人人都跟他一样,拿着考核资格就来,以后都效仿他,我们天灵先服考核岂不是成为一个笑话。 苗寒轩还不肯罢休,这番话说出来,其他考核官纷纷点头。 今天开了绿灯,明日其他长老同样求得一个考核名额,岂不是乱套了? 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,就这样僵持在原地。 同意让柳无邪考核,下一届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托关系。 他们必须要杜绝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,那苗长老可有什么好的意见? 趋速点了点头,认为苗寒轩说的有道理。 他们识人的谈话,其他人根本听不到,柳无邪静静地站在地面上,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 很简单,如果他坚决要考核,一旦失败,则要承担后果。 这样可以给其他人一个警醒的作用,就算你拿到考核资格,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 苗寒轩的一番话,得到其他考官一致赞同。 我同意苗长老的意见,如果失败,直接杀之,这样以后就不敢再有人讨要考核资格了。 左侧第三名长老点头,第一个站出来同意,我也没有意见,既给了封长老面子,也杜绝了以后类似的事情发生。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苗寒轩说的有道理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 拘束沉吟了一下,认为此举也是最好的办法。 其他九人并不知道苗寒轩跟柳无邪之间的恩怨,如果知道,不知道又作何感想,恐怕就不会答应得这么痛快。 你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,我可以给你一个考核的机会,但是有个条件。 趋速声音传下来,每个人都听到了,前辈请说,柳无邪微微失礼,看不出惊慌,一脸的淡定从容。 周围却炸开了锅,天灵仙府凭什么要给柳无邪一个机会。 许多大宗门还有大家族,他们都有弟子在天灵仙府修炼,认识其中的长老,也可以求得一个考核名额。 尤其是王家,不断的叫嚣,让天灵仙府的长老,赶紧杀了柳无邪。 如果你考核失败,则要承担死亡的代价,趋速话音一落,四方吵闹声瞬间消失,连王家都不说话了,如果考核失败,则要死亡,估计没有几个人会以身犯险。 毕竟新和境通关的概率,微乎其微,可以说是低至零。 且不说前面几关,跟实力修为关系不大,最后五道失恋,柳无邪就无法通过。 原本很多人正在琢磨,下一届的时候,也弄几个考核资格,很快消灭这个念头。 给晚辈一分钟思考时间,柳无邪没有直接答复趋速,而是打算思考一分钟。 这不是小事,四官考核,他没有绝对的把握,如果就这样离开,岂不是中了苗寒暄的奸计,而且他也心有不甘。 回到柳家,一切又要重头开始,虽然修为每日也会进步,远不如在天灵先抚修炼快。 可以,趋速没有催促,给他一分钟思考的时间。 这毕竟关乎生死,一旦决定,等于将生死置之度外。 时间在快速的流逝,一分钟也就弹指一挥尖而已。 柳修成等人焦急万分,不知道该如何是好,他们无法上前,一切都要靠柳无邪自己做主。 晚辈想好了,答应前辈的要求,失败我会自尽当场。 柳无邪猛然抬起头,双目犹如两道利剑,照耀苍穹,身体上下,散发出淡淡的光泽,犹如圣光降临。 这一幕,让趋速脸上闪过一丝一样,从柳无邪身上,看到一股是比天高的气魄,还有那种视死如归的情操。 一脚迈出,就没有回头路了,柳无邪抱着破釜沉舟之心,你可想好了,毕竟你的年纪还小,错失这一届,下一届再来也不迟。 趋速还是希望柳无邪好好考虑清楚了再说,生死不适而戏。 晚辈心意已决,请前辈成全,柳无邪已经做了决定,谁也无法更改,疯子,他是一个疯子吗? 心和静想要成功通关,真是意想天开。 无数嘲讽声,从四周传过来,形成滚滚潮水,欲要将柳无邪淹没。 看他怎么死吧,依我看,问天长桥一半都过不去。 一些大宗门弟子,非常清楚问天长桥的难度,柳无邪这种修为,上去就是白白送死。 推荐下,我最近在用的APP,幻元神器APP安卓苹果手机都支持。 大山,你生了一个好儿子,柳修成拍了拍柳大山的肩膀,眼角有些湿润。 不论柳无邪能不能成功,今日的一幕,已经被人记下,很快传遍终神舟。 柳无邪身体一晃,朝虚空上略去,这一次苗寒轩没有阻止,在他看来,柳无邪已经是将死之人。 站在问天长桥上,柳无邪深吸一口气。 一股强横的光泽,从苍穹上落下来,将柳无邪包裹。 好强大的光泽之力,人群传来一阵惊呼,你海上去,光泽也没有这么强盛。 柳无邪收敛心神,整个人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,四周的景象全部消失,只有一条小路,直通天境。 迈着坚定的步伐,柳无邪内心没有任何波动,天道神术展开,跟周围的光泽,交灰相应。 没有任何阻力,围走一步,柳无邪对天地感悟更深一层。 如同行走在云端上的圣者,怎么回事,他一步走那么远的距离,一尊帝玄境长老发出惊呼声,第774张星和九重,看似只走了一步,柳无邪却往前近好几米的距离,简直是不可思议。 这也是前面所说,问天长桥长茂,没有具体的答案,因为每个人在上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 有些感觉行走都十分艰难,有些人却一步横跨一丈。 知名考官目光全部看向柳无邪,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。 刚才七八万人考核,基本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唯有最前面那几百人,重点关注了一下。 你们快看,光泽越来越胜了,平台上传来不少惊呼声,从苍穹投射下来的光泽,形成一道道光柱,将柳无邪包裹起来,犹如一个白色简涌。 天选之人,难道他是天选之人? 右侧第二名考核长老一脸的惊骇之色,只有天选之人,才会出现这种天地异象。 何为天选,只有被上苍眷恋的人,才能称之为天选。 柳无邪拥有天道神书,掌管天地法则,他就是天,他就是地,他就是苍穹,他就是宇宙,他就是诸天。 大量的光泽融入天道神书当中去,柳无邪的魂海越来越强。 苗寒轩一脸的杀意,没想到柳无邪竟然得到上苍眷恋。 王家那边刚才还嘲笑连连,很快闭上了嘴巴,因为柳无邪走了三步,已经到问天长桥中间位置。 坐地成寸,只有天玄境才能坐到吧? 柳无邪完全不知,全身心投入进去,前面出现一座淡淡的光运,像是一座门户。 直径朝着门户走去,他已经看不到问天长桥的尽头。 天地法则冲刷他的身体,钻入他的血脉,渗透到他的骨髓,变成他身体中的一部分。 过三分之二线了,平台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,星河境竟然过了问天长桥,这简直不可思议。 柳大山握紧的双拳终于松开,担忧之色比刚才好了很多。 能过去第一关,下面几关也许真的能创造奇迹。 刚才嘲讽柳无邪的那些人,一个个脸色极其难看。 尤其是一些巅峰化阴静,都未能走过一半,他们竟然还不如小小心和静,自然而然对柳无邪产生一股恨意。 去老,此此不简单啊,难怪会得到封长老推荐。 站在驱速右边的长老小生说道,能轻松度过问天长桥三分之二的位置,本身就很不简单。 我总感觉这小子身体里面潜伏一股强大的力量,这股力量来自何处,暂时不得而知。 驱速的神识,不知道进入柳无邪身体多少次,想要查明原因。 结果都无功而返,柳无邪早已利用吞天神鼎,掩盖住了太荒世界。 而他的魂海,自然也被天道神书给蒙蔽了,看起来普普通通,却又很不普通。 我也感觉到了,他身体里面仿佛潜伏一尊万股凶兽。 右侧长老点头同意屈老的意思,苍穹仿佛裂开,无穷无尽的圣光,沐浴下来,降临在柳无邪的身体上。 圣人之光,平台上再一次沸腾起来,柳无邪竟然引来了圣人之光。 在柳家的时候,也出现过一次,当着无数人的面,再一次出现。 他距离终点只有五步之遥了,每个人开始紧张起来,柳无邪再往前一步,就要打破今日所有人的记录。 目前来说,最好的记录,依旧是明海保持,距离终点四步半。 得到圣人之光的洗礼,柳无邪没有停留,继续往前走。 距离终点还有四步,还有三步,一部分人在沸腾,大多数人则是嫉妒,没想到打破记录的居然是星河镜。 还有两步,整个平台,突然陷入死一般寂静,连柳修成都紧张无比,眼睛不敢眨一下,死死地看着柳无邪。 居宿等十名考官,同样露出不可思议之色。 还有一步,柳无邪站在问天长桥最顶端,再往前一步,成功通过问天长桥,成为天灵仙府第六个成功走过问天长桥的人。 犹豫了一下,柳无邪抬起右脚,直接跨过那座门户,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 四周鸟与花香,散发冲淡淡的仙气,犹如人间仙境。 柳无邪身体漂浮起来,像是无数婴儿的小手,触摸她的身体,那种感觉很舒服。 仿佛畅游在圣光凝聚的海洋当中,连她突破星河九重都完全不知晓。 距离星河九重,本来只有一步之遥,得到圣光的加持,天地法则的冲刷,终于跨过最后一步,寄生星河九重。 柳无邪不知道,但是下面的那些人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 他竟然突破境界了,还得到如此多的圣光洗礼,真是气死我了。 一名王家弟子狠狠地挥舞一下拳头,恨不能现在冲向空中,将他斩杀。 这小子死定了,只要杀了他,不夺他身上的圣人之光,加持到我们身体中来,成为天选之人。 还有人开始打柳无邪的主意,各怀鬼胎,柳修成将周围的议论生看在眼里,脸上的担忧之色是越来越浓。 尊子天赋其高,他应该开心才对,此刻却一点开心不起来。 不知不觉,柳无邪成为众矢之地,从那种幻境当中走出来,身体缓缓地落在地面上。 正好落在柳新儿的身边,柳新儿排在他后面,都已经下来了,柳无邪倒好,足足在上面呆了一炷香的时间,这才从问天长桥尽头回到地面上。 我通过了吗?柳无邪下来的第一句话,竟然朝柳新儿问自己通过了吗? 周围那些人,有揍死柳无邪的冲动,你过没过,难道自己不知道吗? 事实柳无邪真的不知道,他一直往前走,看不到自己走到哪里。 你不仅过了,还成功走到最后一步,柳新儿狠狠白了柳无邪一眼,柳无邪一头黑线,目光这才朝四周看过去。 那一道道火辣的眼神,足以说明了一切。 过关的弟子走到右边,淘汰地走向左边,柳家十四名弟子,只有五人通过第一关,柳新儿问天长桥成绩非常的好,距离终点只有六步之遥。 要比柳林的成绩还要高出一大截,跟柳无邪相比,又落入下城。 天灵先府深处,柳无邪成功度过问天长桥的那一刻,某个地方想起了钟声。 是谁通过了问天长桥? 精明满头白发的老者,睁开双眼,看着问天神中,震惊地说道。 大量的信息传递出来,调查是谁通过了问天长桥? 居老,看来我们都低估了他啊,能通过问天长桥,此人只要不夭折,将来一定能成就天选。 我已经将消息传递给了辅主,告诉我们密切关注,实在不行,可以破格录取。 居速把辅主的意思说出来,就算柳无邪后面三观失败,也会破格收取柳无邪。 天选之人,万年才出一个,天灵仙府绝对不能错过,听到这个消息,苗涵轩气得咬牙切齿,恨不能生吞了柳无邪。 此刻只能忍下来,他会想办法除掉柳无邪,绝不能让他加入天灵仙府。 刚才他跟柳无邪对视的时候,从柳无邪眼眸深处,看到一丝杀气。 两人虽然没有直接产生仇恨,却心照不宣,都想杀了对方。 苗涵轩想要杀死柳无邪,是因为他破坏了自己的好事,继卢安一定会把他们之间的恩怨,全盘倒之。 此此不死,他的丑事,迟早会败露,考核还在继续,已经接近尾声了。 今夕月圆,已经进入深夜,当最后一人从长桥上掠下来,第一关考核,终于全部结束。 柳无邪当之无愧拿到第一名,尼海排在第二,大家原地休息,明日一早,第二关考核,拘束挥了挥手,所有人可以休息了,淘汰的弟子,回到平台另外一侧。 中间升起一道尽致,将平台一分为二,柳家五名弟子,柳无邪跟柳新儿坐在一起,柳林跟另外两人坐在一起。 好像很多人对你不怀好意啊,柳新儿坐在柳无邪身边,小声地说道。 仅仅几分钟时间,超过数千道目光看向他们。 考核没有结束,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,柳无邪早就看到了,装作不知道而已。 谁敢在这里动手,除非活得不耐烦了。 你还真是心大,这么大的压力,竟然像是没事人一样。 柳新儿撇了撇嘴,敬佩柳无邪的心胸。 换成其他人,被这么多人盯着,肯定心里发毛,其中有不少真玄境,对他可是虎视眈眈。 那你要我怎么样,跪下来向他们求饶。 柳无邪白了柳新儿一眼,不再说话,投入到修炼当中去。 突破星河九重,需要好好稳固一下境界。 神秘突破,没有花费一块零食,根基却非常坚固,应该是问天长桥造成的,改造了他的身体。 好处暂时看不出来,但是柳无邪能感觉得到,自己的肉身,跟天地契合度更高了。 真是一个修炼疯子,柳新儿嘀咕了一句,也投入到修炼当中去。 大多数人都在聊天,探讨问天长桥的德语师。 第一名被这个小子拿走了,真是岂有此理,坐在宁海身边的一名青年,狠狠地挥舞一下拳头。 如果不是柳无邪,第一名落入宁海之手,他们选云踪也会大放一彩。 坚让这小子出点风头,反正还有三关,只要他一关不能过去,就是一个死人,我们何必跟一个死人过不去。 坐在另外一侧的一名青年,倒是不在意。 前面两关对修为没有严格的要求,就算柳无邪全部通过,那又如何,失恋这一关,必输无疑。 第775章问新门,中围的谈论声,有些没有避讳柳无邪,直接告诉你,你死定了。 就算不用他们出手,只要有一关失败,天灵先斧就会杀了他。 一夜时间,柳无邪基本都在修炼当中度过,天色一亮,所有人全部站起来,今日的考核同样重要。 跟修为还有境界没有关系,大日刚冒出来的那一刻,十名考官分支踏来,恐怖的地悬之势,笼罩而下。 不少弟子脸色苍白,承受不住地悬之势的压迫。 今日这一关,问新,考验的就是星星,突然出现的碾压,让很多弟子星星出现动摇,显然是有意为之。 所有考核者,自动分裂,拘束没有废话,让所有人赶紧分裂,时间紧迫,尽快在天黑之前,结束考核。 依旧是宁海排在第一位,柳无邪因为不愿意出风头,跟柳星而站在后面。 柳林跟另外两名弟子,居然排到前面去了。 十名考官双手结印,似乎在接引着什么东西。 跟昨日一样,苍穹裂开,一座巨大的拱形门户出现了。 周围被无数法文覆盖,充斥太荒原古之气。 空梦蒙出现的那一刻,天地色变,宇宙无光。 此周陷入一片黑暗,仿佛所有的光线,都被这座门户被吸收了。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分钟左右,这才彻底消失。 这叫问新门,传说是天灵仙府几位老祖联合炼制,可以沟通天地,道心缺失者,无法渡过此门。 柳无邪周边那些人,小声地交谈。 这一关,柳无邪相反不是那么紧张,他的道心,早已达到圆润无垢的境界。 任何东西,都无法撼动他的道心。 问新门缓缓降落,距离地面还有十米的高度,突然停止了。 秦城一股风暴,涌向四周,狂烈的飓风,让很多人睁不开双眼。 问新门高达十丈,宽八丈,用无数精妙的材料打造而成,其中很多材料连柳无邪都叫不出名字。 最可怕是问新门上面雕刻许多罕见的法文。 其中一道文录,柳无邪看到鲜文的痕迹,这尊问新门,绝非出自真武大陆,一定是心域中的宝物。 分裂之后,流落到真武大陆,炼制成问新门。 没有门框,四周用罕见神木雕刻而成,形成一个拱门形状。 神木上面的纹路,极其诡异,柳无邪看了好几次,竟然无法分析出来。 透过问新门,竟然看不到对面,像是一道光运,只要你能穿透这道光运,进入对面,就算成功。 无法通过者,或者逗留时间过长者,则为失败。 问新门一共有十个刻度,达到六个算合格,现在开始考核吧。 趋速一挥手,让他们可以开始考核了。 柳无邪这才明白,雕刻在神木上的那些纹路,竟然是刻度。 从一排列到十,穿过门户的时候,检测你的道心。 达到六个刻度,算是合格,六个以下,就算你过了问新门,也是失败。 宁海第一个站出来,身体犹如一道流星,站在问新门的前面。 昨日第一官未能拿到第一,让他很是恼火。 目光瑞丽,看了一眼问新门,宁海迈着大步走进去。 身体一点点消失,进入光运后面,很轻松地过去了。 奇怪的是,在问新门另外一侧,竟然没有看到宁海的身体,那他跑到哪里去了? 自成世界,柳无邪暗暗说道,问新门内部有自己的世界,许多兵器,达到盗器的程度,可以当储物借质使用。 强大的兵器,里面甚至可以豢养数万生灵,每日输送大量的念力,注入兵器之中,加持兵器的威力。 问新门里面有多大的世界,柳无邪不知道,但是可以肯定,起码不会小于一座大城。 人物上的刻度,一点点亮起来,从第一刻度,不断攀升,速度不急不缓,这个宁海不简单。 不到半分钟时间,已经攀升到第七刻度,趋速等十名考核长老,纷纷点头,对宁海的表现很满意。 柳无邪虽然成功通过问天长桥,依旧不被大家看好。 首先是他的修为,其次是他的道心,年纪太轻了,如果再锤炼几年,效果会更好。 刻度上升得越来越慢,最后定格在第八格,这个成绩已经很逆天了,能点亮第九格,绝对是绝顶妖孽,点亮第八格,算是天之骄子了。 六格为天才,七格为绝世天才,八格为天之骄子,九格为绝顶妖孽,十格不知道。 因为自古以来,没有人点亮时格,时间还在流逝,等了约莫一分钟所有,虚空一阵波动,问心门裂开一道缝隙,宁海的身体,从里面走出来。 看了一眼刻度,一脸的骄傲之色,天之骄子,万中无一,终神周天才如过江之亲,绝世天才并不罕见,每个家族还有宗门都会出现。 但是天之骄子,极无数人气孕育一身,至于绝世妖孽,整个大陆,也许就那么一两个。 接下来考核的速度就很快了,陆续有人略上问心门。 七格,五格,八格,进明海之后,马天明也是八格,天赋极高。 考核的速度,要比问天长桥更快,有些人连门都进不去,更别说点亮刻度了,直接被问心门弹飞。 转眼一个时辰过去,考核近三分之一的人,成功者两万多人,失败者差不多六千人左右。 平均每四个人,就有一个人失败,这种概率还是很大的。 询问那些考核过的弟子,问心门到底是什么情况,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 进入之后,身体仿佛置身云端,不受自己的控制,像是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看。 那种感觉很不好受,像是赤,裸裸地站在那里,接受审查。 问心,问的就是本心,衣服遮挡得只是肉体,一个人的灵魂如果不干净,就算穿着再好的衣衫,也终究掩盖不掉那丑恶的灵魂。 一直到中午时分,队伍少了一大半,估计下午就能轮到柳无邪。 赤败的弟子,一脸颓废之色,他们经受住了问天长桥的考核,居然经受不住内心的拷问。 上苍眷恋你,那是天赋,如果连自己内心那一关都过不去,就算上苍再怎么帮你,又有何用。 内心强大,才是真的强大,已经出现了十个八格,今年的考核,远远要比往年好很多。 让十名考官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,意味着天灵仙府,很有机会超越龙皇学院。 南天灵,北龙皇,中神州被割裂成两大块,天灵仙府占据南边,龙皇学院占据北边。 这两个庞然大物,传承无数年,柳林三人排在前面,只有两人通过,柳家又被淘汰一人。 快要轮到吴邪了,柳修成有些紧张,倒不是因为柳家又淘汰一人,而是担心柳吴邪。 如果不能达到六格,意味着天灵仙府要将他诛杀。 府主要特招柳吴邪的事情,只有十名考官知道,平台上这些人并不知晓。 柳大山同样很紧张,双拳捏得死死的,指甲都陷入肉里,都感觉不到一丝疼痛。 这次我先来吧,柳馨儿抢到柳吴邪前面,先行上去,柳吴邪没阻拦,后退一步,五分钟之后,轮到柳馨儿,矫健的身姿,非常的优美,站在吴邪门前面。 没有犹豫,柳馨儿大步迈入进去,当他成功进入吴邪门,柳吴邪脸上的表情放松下来。 真担心他连吴邪门都进不去,超过一千名淘汰者,他们无法进入吴邪门,直接被震飞。 刻度迅速亮起,速度极快,眨眼间的功夫,定格在第八格。 已经好几个时辰,没有八格出现,没想到被一个女子给打破。 等了约莫几个呼吸时间,柳馨儿从问心门里面走出来。 接下来轮到柳吴邪,身体一晃,犹如一只鲜鹤,凌空老翔,稳稳地落在问心门前面。 柳吴邪出现的那一刻,顿时吸引了无数目光。 尤其是苗寒轩,刺骨的寒芒,直刺柳吴邪的后背,欲要将其刺穿。 泥海抬起头,目光注视柳吴邪,清合尽考核,这种事情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,自然很博人眼球。 这小子估计连一格都无法点亮,王家的弟子,发出嘲笑声,我猜测两格,毕竟得到这么多的盛光洗礼。 各种嘲讽声,此起彼伏,柳吴邪表现得越妖孽,证明他们越垃圾,这是人之常情,谁也不希望被小小的星河镜给比下去,显得太丢人。 只有柳吴邪死了,他们心里才舒坦,拘束等人目光全部看过来,他们也好奇,柳吴邪能不能穿过问心门。 不是检测修为,也不是检测境界,检验你的内心。 深吸一口气,下方的各种嘲讽声,柳吴邪充耳不闻。 任何言语,都难以撼动他的道心,他岂能不知道,这些人故意说出恶毒的话来,主要是影响自己的道心,让他心浮气躁。 这些年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,岂能被三言两语所能左右。 迈着大步,往前一踏,踏出的那一刻,问新门竟然在颤抖,这个现象,让很多人震撼不已。 包括实名考官,他们从来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,问新门主动颤抖。 除非检测到更加恐怖的东西,超出问新门的范畴,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柳吴邪犹豫了一下,还是迈出去了,身体一点点消失,进入问新门之中。 随后消失不见,他他竟然真的进去了,很多人无法接受,柳吴邪居然真的进入问新门。 你们快看刻度,人群传来一阵惊呼,第776章在拿第一,柳吴邪进入问新门之后,每个人密切注意。 虽然进去了,如果不能点亮六格,一样算是失败。 探入后不到半个呼吸时间,人群传来一阵骚动。 你们快看刻度,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,人群炸开了锅,无数目光,齐聚在刻度上面。 第一格亮起来之后,迅速攀升,眨眼间的功夫,冲破第五格。 这种速度,是前面所有人从未有过。 大多都是缓慢上升,像这种如同闪电一般攀升,柳吴邪绝对是第一个。 居宿等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,他们加入天灵仙服少说也有几百年了,什么天才没有见过。 负责考核也坚持了好几届,像柳吴邪这种,还是第一次遇到。 问新门难道出问题了? 一名女性长老试探性地说道,怎么可能,问新门沟通天地,如果出现问题,四周空间早就波动了。 很快被人反驳,问新门没有任何问题,真正有问题的儿是柳吴邪, 怎么会让问新门刻度上升如此之快? 众人谈论的功夫,刻度还在不断地攀升,第八道纹路随之点亮。 您还有些不淡定了,它是第一个点亮第八道纹路,难道又要被柳吴邪超越吗? 当着无数人的面,第八道纹路,迅速亮起,而且光线极强,超过前面所有人。 纹路越亮,代表道心越稳,柳吴邪点亮的道纹,释放出耀眼的光泽,让人不敢正视。 随即,第九道纹路亮起来,整个平台,陷入死一般寂静。 接着,一阵阵道西凉气的声音,传遍整个上空。 第九道纹路亮起,意味着柳吴邪是爵士妖孽。 刚才嘲讽柳无邪的那些人,嘴巴苦涩,他们以为靠嘲讽来激怒柳无邪,让他到心不稳。 现在好了,一记响亮的耳光,狠狠地甩在他们的脸上。 苗含轩脸色阴沉得可怕,同样感觉脸颊火辣辣的疼痛。 怎么会这样,他竟然点亮了第九道纹路。 这个结果,让人难以接受,如果是真玄境,他们心里还能舒坦点,毕竟天灵仙府以前有人点亮过第九道纹路。 无一例外,那些点亮第九道纹路的天才,清一色都是真玄高手。 柳修成狠狠地挥舞一下拳头,孙子的天赋,远远领先其他人。 这种天才,天灵仙府绝对不会错过,境界暂时偏低,但是柳无邪的年纪摆在这里,给他几年时间,超越在场这些天才,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 整个平台上,百万人目光齐聚一起,有嫉妒,有羡慕,有阴狠。 各种表情,形成一幅人间画卷,不对劲,你们看第十道纹路,开始呼引呼陷了。 大家还沉寂在第九道纹路上,却不知道,第十道纹路,已经在闪烁。 这个结果,连十大考官都震惊了,点亮第九道纹路,最多让他们惊讶一下,毕竟时隔好几届,都会出现那么一两个妖孽。 但是点亮第十道纹路,这就很罕见了,因为自天灵仙府成立以来,从未有人点亮过。 亮了,亮了,第十道纹路真的亮了。 圆形拱门,完美地形成一个圆圈,十道纹路全部亮起,整个问心门,竟然开始转动起来。 突如其来的一幕,打得十名考官一个措手不及,他们也没遇到过类似事情。 问心门自己转动,这是在干什么? 九九归一,十心圆满,他已经达到圆满境了。 趋速嘴角露出一丝苦笑,古籍上有记载,能点亮问心门十道纹路,等于十心圆满,此人的道心,已经没有任何破绽了。 趋速话音一落,十道纹路突然合并,形成一条直线,果然九九归一。 九条纹路像是九条神龙,函聚在第十条纹路的前面,犹如九龙拱月。 妖念啊,我们天灵仙府竟然遇到如此妖念的弟子,一定要收录进来。 不少考官开始暗中琢磨,打算收柳无邪为弟子。 这种天才弟子,如果能收录到自己门下,以后肯定光耀门眉,做师父的脸上也有光。 最为重要,弟子要是成就天玄境,只要分享一些经验给师父,何愁不能突破天玄。 我一定要收他做弟子,右侧第五名男子站出来,欲要收取柳无邪为弟子。 借老,你们下弟子多如牛毛,教导的过来吗? 这种苗子成为你的弟子,岂不是误人子弟,还是由我来指导最为合适。 居宿左边的男子站出来,一副嘲讽的语气。 眨眼间的功夫,你争我夺,只有苗寒宣沉默。 俏话,这么好的苗子谁嫌多,只要他愿意拜我为师,就是我的关门弟子,以后再也不收其他徒弟了。 教谢老的老者,直接表态,弟子再多,不及柳无邪一个。 大家都少说一句吧,此子道心虽然没有缺陷,人品还不知道如何,这样贸然做决定,是不是太早了。 苗寒宣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,大家点了点头。 他们对柳无邪的人品还不知道,如果是十恶不赦之人,自然不会收取。 但还有不少人,依旧暗中打主意,就算心性差点,只要天赋好就行,后期调教便是。 问新门转动了一分钟左右,十道纹路恢复原状,柳无邪从问新门后面走出来。 走出的那一刻,身上散发出一股出尘之气,整个人仿佛得到某种升华。 说不清,道不明,无法言喻,柳无邪变了,眼睛更加透彻,面容更加俊朗,不少女弟子,开始饭花吃了。 静静地落在地面上,柳无邪脸上看不到一丝波动。 你怎么了,柳心儿连忙上前,点亮了十道纹路,应该开心才对,为何柳无邪如此沉默? 没事,柳无邪深吸一口气,脸上表情恢复如常,在问新门之中看到的一切,被他深深隐藏在心底。 他如问新门的那一刻,柳无邪看到一条命运长廊。 长廊没有尽头,看不到终点在哪里,前面漆黑一片,伸手不见五指,那一刻,柳无邪感觉自己很孤独。 到新圆满,意味着他无牵无挂,难道走到尽头,他所有的亲人朋友,都要离他而去吗? 柳无邪不想失去亲人,也不想失去家人,命运这个东西,谁也说不清楚,说它不存在,却真实存在。 说它存在,却看不见,摸不着,接下来的考核,显得索然无味,柳无邪点亮十道纹路之后,就算其他人点亮八格,都没有多大的意义。 天才,就是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,一直到黄昏时分,考核结束,第二关,柳无邪当之无愧再次拿到第一名。 安排好了通过的弟子后,十名考官离开了。 平台再次被划分两个区域,这一次外围区域大,里面区域小。 接近四万名弟子,成功过了两关,超过一半的人,永远告别天灵仙府。 天灵仙府深处,一处神秘大殿,驱速站在下面,汇报今日发生的情况。 问新门的事情,我都看到了,坐在上手十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,额头饱满,双眼散发出精光,丝毫看不出老态,眼眸要比年轻人还要精湛。 辅主,我们要不要终止考核,如今很多人对他心怀敌意,我怕会遭人毒手。 驱速皱着眉头说道,不必,任何一个天选之人,必须要精力重重考核,才能得到诸天的认可,我们不仅不要保护他,还要给他制造一些矛盾。 坐在上手的白发老者,居然是天灵仙府的辅主,看模样,少说也有一千多岁了。 这,驱速很难理解辅主的意思,这样的苗子,不应该保护起来才对吗?为何要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? 以后你会明白的,辅主挥了挥手,是以驱速可以下去了。 大殿只剩下辅主一个人,眼神穿透虚空,直达平台。 柳无邪突然睁开双眼,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,在查看他的身体。 刚才是什么气息,那股神秘力量一闪而逝,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 有点意思,竟然能发现我的存在,扶主目光收回来,嘴角微微上扬,露出一丝笑意。 十万年了,我们天灵仙府终于诞生一名天选之人,我们一定会抢在龙皇学院前面,先打通心欲通道。 就在前不久,龙皇学院那边传来消息,也出现一名天选之人,不过没有柳无邪这么妖孽。 成功度过问心长桥,也点亮了十道问心门。 但是他的境界,却远远高出柳无邪。 这样一对比,柳无邪成长空间,远要高出此人。 柳无邪完全不知道,刚才那么一瞬间,已经被人看得一干二净。 一夜时间,一晃记过,近的一天到来,今日测试跟天赋、境界,还有修为有一丝关联了。 只是有关联,还不能代表一切,唯有最后的试炼,才跟修为有关系。 每个人从修炼当中退出来,可能是受到柳无邪的刺激,都在发奋图强。 因为从他们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开始,除了修炼,他还是修炼。 第一缕阳光投射到平台上,十名考官,如约而至。 踩着祥云,落在平台上空,今日考核你们的天赋,不足六星者,淘汰。 天赋分为十级,只有达到六级,才算勉强合格。 放到各大宗门,五级就算合格了,天灵先府的测试难度,要比一些宗门还有家族难度更大。 他们考核的不仅仅是修为,还有肉身,天赋等等。 说完,十名考官双手继续解映,卡卡卡,地面开始裂开,出现一道巨大缝隙,朝两侧挪洞。 一尊巨大的石柱,从地下冒出来,高达五十丈。 第777章亮如白昼,山石自己避开,巨大的晴天柱子,直插云霄。 主子上面闪烁出无数法纹,纠缠在一起,像是囚龙身躯上的肌肉,一块块隆起。 极具冲击力,这就是传说中的穿山神柱吗? 早就听说,有一尊神柱,镇压在天灵先府山脉下面,今日一箭,果然名不虚传。 穿山神柱,不仅能测试天赋,还能起到镇压山脉的作用。 柳无邪目光看向穿山神柱,脸上流露出一丝一样之色。 镇法神柱,竟然将测试柱跟镇法联合到一起,天灵先府不简单啊。 柳无邪暗暗说道,整个天灵山脉,已经被天灵先府布置成一座超级大镇法。 而这枚穿山神柱,真正的目的是镇守镇法中枢。 这座平台,应该说是天灵先府最外围区域。 只要激活整座镇法,方言数万里,都会被笼罩起来。 一般的宗门,布置的防御镇,最多覆盖核心区域,很难做到覆盖整个山脉。 天灵先府做到了,穿山神柱就像是定海神针一样,锁住镇眼,上面的法纹,即是镇纹,也是法纹,两者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。 布置此镇法的人,一定是绝世高手。 穿山神柱出现之后,趋速手中出现一枚脸盆大小的魔法水晶球。 主要作用,测试你的身体属性,还有真气纯度。 属性越强烈,以后领悟天地大道的概率越高。 这个跟境界没有关系,每个人的身体构造都有区别,天赋也有高低之分。 分成两队,一队先去考核穿山神柱,达到六星者,晋级,失败直接离开。 趋速的声音在空中响起,另外一列测试天赋,同样是六道光柱者通过,失败自行离开。 很快分为两个队伍,每个队伍差不多一万八千多人。 这样测试会非常的快,尼海第一个走向穿山神柱。 撸起袖子,调动真气,尼海发出一声咆哮,手中拳头疯狂地击打在穿山神柱上。 空,穿山神柱传来一道猛烈的声音,震得地面都开始晃动。 这一拳少说也有百万斤距离,却无法撕开空间。 雕刻在穿山神柱上的法文,开始亮起,一颗星,两颗星浮现的法文,不断闪烁,眨眼间的功夫,冲破了六颗星。 尼海的天赋,大家有目共睹,成为天灵仙府的弟子,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只是能否以第一的名次进入,还是未知数,除非柳无邪死了,他才有机会坐上第一的位置。 最终定格在第八星,跟问天门一样,八星已经算是天之骄子了。 对这个成绩,尼海不是很满意,刚才发挥的有些不好,按理说应该能点亮第九星。 事实摆在面前,由不得他不信,按理说,八星天赋已经很妖念了,谁让出现柳无邪这个怪胎,没有对比,就没有伤害,人就是这样,极度心作祟。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,就算自己打出一星,对方一星没打出来,一样开心得要命。 自己打出九星,对方打出十星,依旧是不开心。 另外一个区域,魔法测试球也开始了,排在第一的是马天明,右手放在漂浮在空中的水晶球上,调动蒸气,疯狂地输入进去。 一道接着一道光柱从水晶球里面冒出来,眨眼间的的功夫,出现八种颜色的光柱。 跟敏海一样,同样是八星天赋,开了一个好头,两边的第一人,顺利过关。 敏海通过之后,朝左边走过来,准备魔法水晶球测试。 马天明朝右边走去,准备穿山神柱测试,他们两个排在队伍的最后面,依次往前走。 第二个人结束之后,左右相互交替位置,站在他们的身后。 就这样,测试正式开始,柳无邪排在魔法水晶球这边,柳星儿排在穿山神柱那边,两人错开了。 六星,七星,次星,三星,五星,穿山神柱上光芒不断闪烁,有人兴奋地继续排队,有人垂头丧气地离开。 好像魔法测试球这边淘汰率特别的高,穿山神柱那边通过率很高。 一直到中午时分,终于排到柳无邪,大步走向魔法测试球,再一次吸引众人的目光。 包括虚空上的十名考官,每个人表情不一。 尤其是苗寒轩,眼眸深处的杀意,越来越明显。 伸出右手,派荒蒸气涌出,进入水晶球当中。 加入天宝宗的时候,柳无邪也经历过类似的测试,早已习以为常。 所谓的魔法水晶球,其实是一种检测你蒸气纯度的器皿。 蒸气越纯,释放出的光泽越多,越胜。 水晶球内部用无数阵法组成,蒸气进入之后,激发阵法。 蒸气越纯,阵法波动越强,利用光柱的形态,来告诉大家,此人的蒸气纯度如何。 除了检测蒸气纯度之外,检验你体内是否有杂质,也是其中之一。 杂质越多,蒸气自然也就搏杂,很多人突破之后,境界打磨不到位,蒸气搏杂不堪,水晶球就能轻而易举地检测出来。 仅仅半天,魔法水晶球测试,淘汰了三分之一海多。 不少人屏住了呼吸,想要知道,柳无邪能否继续创造奇迹。 如今最好的成绩,由麻天明保持,八道光柱,柳无邪不想做得太惊艳,调动一小部分蒸气,只要稳定过关就可以了。 蒸气进入水晶球之后,没有什么反应,这让很多人一头雾水。 哈哈哈哈,这小子终于露现了,看来他的蒸气,很一般嘛,连水晶球里面的阵法,都无法激发。 此周传来一阵阵嘲笑声,每个人脸上充满着幸灾乐祸。 我赌他会被一掌拍死,王家弟子蹦出来,让天灵仙府的长老,赶紧出手,杀了柳无邪。 饺子,别傻站着了,赶紧滚回来吧。 看柳无邪没什么动静,有人开始催促,让他赶紧滚开,后面的人还排着呢。 柳无邪眉头微皱,为何他的蒸气进入阵法后消失了,仿佛被吞噬了一般。 无奈之下,只好加大蒸气的输送力道,恐怖的太荒蒸气,犹如洪水一般,涌入魔法水晶球。 就在所有人认为柳无邪失败的那一刻,水晶球像是着火了一样,释放出妖艺的光泽,直接点亮了四周苍穹。 原本就是大白天,突然释放出万丈光芒,将周围陷入一片白色的世界。 只听说过特别黑的情况下,伸手不见五指。 第一次碰到,当光线亮到极致,同样是伸手不见五指。 他们眼前全部是白色,仿佛掉入白色海洋,怎么回事,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了。 树枝不尽的光柱,倒挂苍穹,犹如一团团大日,让光线一下子提升数百倍。 难怪他们看不到了,这就跟踏入雪山一样,如果没有其他颜色的参照物,人直接迷失其中,甚至看不清东西,视线也会越来越模糊。 此刻就是那种状态,光柱持续了一分钟时间,这才缓慢消失,周围的视线,一点点恢复。 痴明考官面面相去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圆满级别的真气,它是如何做到的,真气没有任何杂志。 就算是他们,都做不到这一点,真气没有一点杂志。 何况是小小的星河镜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 事实就是如此,柳无邪的真气,都是通过吞天神鼎吸收,演化成的灵液,里面自然没有博杂志气。 每一滴真气,纯净无比,柳无邪看了一眼虚空,他也不知道自己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。 跟其他人完全不同,大多都是六七道光柱,他倒好,直接点亮了整个空间。 过去吧,拘束摆了摆手,让柳无邪去穿山神柱那边排队吧,意思他已经通过魔法测试球考核。 看着柳无邪朝穿山测试柱走过去,刚才冷嘲热讽的那些人,纷纷张大了嘴巴,对柳无邪的恨意,再次加重。 排到队伍的最后面,顺着队伍往前走。 间隔不久,魔法测试球这边,终于轮到宁海,相当于一个循环结束。 真气注入进去,出现八道光柱,却要比马天明强盛很多。 而穿山神柱这边,马天明站在神柱面前,凝聚真气,狠狠地撞击在上面。 法文闪烁,一共八星,两人一对比,宁海在真气方面,略高一筹。 考核的速度越来越快,魔法水晶球这边,人数突然多了起来,穿山神柱则是人数较少。 因为魔法水晶球测试的时候,失败的太多了,导致他们连穿山神柱都没有机会测试了。 必须两个全部达到六星,才算通过,一方达到都没用。 不到半个时辰,就轮到柳无邪,站在穿山神柱面前,柳无邪深吸一口气。 他不知道这尊穿山神柱能吸收自己多少真气,所以,他不能留守,必须要全力以赴。 测试柱质量有高有低,天宝宗的测试柱,显然太低级了。 每一次柳无邪出现,都会吸引大量的目光,柳大山还有柳修成两人,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柳无邪,最为关键的时刻来了。 只要柳无邪打出六星,将进入最后一关,试炼。 恐怖的真气,发出猛烈的躁动,欲要冲出柳无邪的身体,撕开这片天地。 浸试拳的起手势,看似无意的举动,却让驱速等人眼睛一亮。 拳法好古怪,驱速身边的长老,暗暗说道,拳法犹如一道流星,划破苍穹,出现在穿山神柱上面。 随着拳头的落下,整个穿山神柱突然晃动了一下。 随即,是无边的气浪,涌向四周,伴随着阵阵雷鸣。 空蒙像是发生了地震一般,第778章最后一关,穿山神柱发出猛烈的晃动,像是地震了一般,上面的法文,相互交错。 很多不曾被点亮的地方,全部亮起来,每一条法文,代表一盏灯,最中间的法文一直延伸上去,亮一条为一星,您还打出八星。 除了中间那条法文之外,穿山神柱上面的法文,其实不计其数。 柳无邪一拳下去,不仅点亮了中间的法文,连周边那些细小的法文,全部亮起来。 最直接的形容,中间的法文笔做一盏巨大的油灯,而周围那些细小的法文,则是普通的油灯。 光芒万丈,照耀苍穹,整个穿山神柱不断地亮起来,从地下一直往上延伸。 无法计算是多少星,因为点亮的法文太多了,可以说整个穿山神柱都被点亮。 您还刚做完天赋测试,那边突然发生了震动,吓得他一个哆嗦。 站在远处那些弟子,则是一脸猛逼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居老,怎么会这样?两侧那些长老同样是一脸呆滞,他们也没经历过,穿山神柱怎么全部亮了。 像是闪电一般,不断地往上攀爬,几十丈高的穿山神柱,瞬间被全部点亮,像是一枚矗立在原地的光柱。 他的蒸汽纯度跟法则厚度,已经不弱于巅峰化阴静了。 居速沉吟了一下,缓缓说道,不可能吧,他不过星河九重而已,真气怎么跟巅峰化阴静相提并论。 其他人脸上流露出一丝震惊,去老的话,不像是无故放尸,应该发现了什么。 这世间有太多的天才,只是我们还没接触到罢了。 天灵仙斧囊括了终神舟一半的天才,什么妖念没有见过。 像柳无邪这种,却非常罕见,穿山神柱形成的光柱,迟迟无法散去,真气还在里面穿梭。 最可怕穿山神柱竟然发出一阵阵龙吟之声,柳无邪刚才可是加持了一丝真龙之气。 咔嚓,一名被淘汰的王家弟子,一直张大着嘴巴,光柱亮起的那一刻,嘴巴不受控制,突然咬下来,竟然把舌头咬下来半截,痛得他满地打滚。 尖血直喷,惹来周围一阵狂笑,笨蛋,王源厚骂了一句,此事一定会成为王家的笑柄。 光柱持续了五分钟时间,这才缓慢消失,柳无邪转过头,朝虚空上看去,他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过没过关。 恭喜过关,趋速的语气发生了变化,对柳无邪竟然很客气。 连续三关拿到第一,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到。 提前搞好关系,没有坏事,柳无邪弯腰致谢,走向右边,只有两万来名弟子成功入围。 还剩下一万人左右,继续在考核,估计不足三万人,进入第四关。 15-6万人考核,仅仅三天时间,筛选出去这么多人,考核难度,可想而知。 就算被淘汰的这些人,放到任何宗门,都是天才之流,却难入天灵先府。 柳无邪刚结束不久,轮到柳馨儿,他在穿山神柱打出七星,比明海稍低一些,因为境界摆在这里。 真气注入魔法水晶球,出现七道光柱,成功晋级。 如今柳家只有三人闯入第四关,分别是柳无邪,柳馨儿,柳林。 大晚的时候,考核结束,跟柳无邪预测得差不多,接近三万人进入第四关。 只有五千个名额,还有一大半人的,失去加入天灵先府的资格。 专山神柱发出卡卡声,回到平台下面,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 明日进入失恋场,今晚都好好准备一下,失恋的规矩,明日一早我会通知大家。 趋速伸手一话,静置扶起,将平台一分为二,晋级的弟子,不允许跟家人有任何交流。 你今天怎么回事,搞出这么大的阵仗,你完全可以收敛一些。 柳馨儿坐下来之后,白了柳无邪一眼。 我也想,柳无邪摸了摸鼻子,一脸的无奈之色。 他也没想到,闹出这么大的动静,如果知道,他肯定收敛一些,反正考核也没有什么奖励,就算四关都拿到第一,又有何用,哪怕获得第五千名也无所谓,反正是五千个名额。 对于他来说,第一名跟第五千名没有任何区别。 这下子好了,你算是出尽了风头,估计想要杀你的人,都能将这座平台填满。 柳馨儿虽然大大咧咧,说话直来直去,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,柳无邪知道他在担心自己。 柳无邪耸了耸肩,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,事情已经发生,现在说什么已然无用。 还是准备精力,迎接明天的考核吧,最后一关七天时间,他们将前往失恋场,至于如何考核,每一届都不一样,所以在场这些弟子,没有任何经验交谈。 父亲,你说无邪失恋能过关吗?看到儿子大放异彩,做父亲的肯定开心,无邪做事,进退有据,既然他敢下这么大的柱,一定有办法过关。 柳修成其实心里也没底,还是安慰自己的儿子。 有些一流家族全军覆没,正在原地懊恼,成功进入第四关的一些家族还有宗门,这实在欢呼。 整个平台上,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,夜色越来越深,柳无邪运转太荒吞天绝,无尽的灵气,涌入他的身体。 突破星河九重之后,太荒世界扩大了一圈,容纳的真气更多。 身上灵石还剩下十多万,不敢太过挥霍,只能靠慢慢修炼。 坐在你身边修炼,我好像是半功倍。 柳新儿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这几天晚上一直坐在柳无邪身边修炼,发现他吸收灵气的速度要比之前快了一倍。 老实修炼,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,柳无邪没有睁开眼睛,让柳新儿别废话,一副长辈的语气,记得柳新儿狠狠瞪了他一眼。 时间如流水,一夜时间,很快过去,天色一亮,每个人精神饱满,一夜修炼。 都收获颇风,期间有不少弟子想要跟柳无邪打招呼,发现他一副巨人千里之外,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最为关键的时刻到来,最后一关,对于真玄境来说,优势肯定最大。 因为最后一关,考验是你的修为,还有你的境界,你的战斗力等等。 如果天赋很高,战斗力一般,这种人就算修炼到极高的境界,也是绣花枕头一个。 已经有人等不及了,纷纷看向苍穹,等待考官赶紧到来。 等了约莫展察时间,十名考官踩着祥云,携带恐怖的地悬之势,降临在平台上空。 顿时间,次中落真可闻,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。 相信大家都有些迫不及待了,试炼考核一共是七天,按规矩,七天内不准相互厮杀,但我们天灵先浮也不会过多干涉。 趋速的话语很隐晦,原则上,禁止你们相互厮杀。 真要是有生死搏斗,他们也不予理会,听到这个规矩,王家弟子,还有很多笑了,还有不少人,潮流无邪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。 看似笑容没有威胁,却掩盖不掉眼眸深处的杀气。 怎么回事,往年考核,可是命令禁止厮杀啊,除非是真的失守杀人,今年怎么了,为何允许他们相互厮杀? 众人一脸骇然之色,今年的考核,似乎有些严格。 听到这个消息,柳修成身体一正,这明显是针对柳无邪啊。 禁止厮杀,柳无邪只要慢慢发展,七天内想要脱颖而出,难度应该不大。 无邪的实力,柳修成很清楚,巅峰化阴境未必都是他的对手。 只要不碰到那些真玄境,胜出基本上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前面几关他很担心,到了失恋这一块,柳修成反而不担心。 情况有些超出他的预料,今年允许他们争斗,拘束得到辅主指令的时候,也是一脸疑惑。 辅主告诉他,要不断给柳无邪制造麻烦,只有这样,他才能快速成长起来。 至于辅主为何要迫不及待地让柳无邪成长起来,趋速也不知道。 只有压力,才有动力。 趋速问过辅主,如果柳无邪死在里面怎么办? 辅主告诉他,如果死了,只能证明他还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。 如果是,绝对不会那么容易死。 既然是辅主安排的,趋速只好照办,宁海揉了揉拳头,终于可以杀了柳无邪,夺回属于自己的第一名。 规则还没说,大家已经摩拳擦掌了,情况似乎对你不利,实在不行,进入失恋场之后,找个地方夺起来吧。 柳新儿小声地说道,他不希望柳无邪死在里面。 看了一眼柳新儿,柳无邪没说话,脸上看不出任何波动,平淡的有些不寻常。 现在我开始宣布规则,进入第四关一共两万五千人,这里是两万五千套衣服,从一号一直到五千号,每个好号码重复五次,每一套衣服里面,有一块玉牌。 趋速目光横扫一圈,开始公布考核规则,进入失恋场之后,各自散开,以积分的形式来统计最后的结果。 比如你十一号,碰到另外一个一号,抢到他手里的玉配,则得一百分,抢到自己号码尾数对应的号码,比如十一号,二十一号,三十一号,一百一十一号等令牌,则得五分,抢到其他跟自己号码不对应的令牌,则十一分,例如二号,三号规则很简单明了,每个人一听就明白了。 比如柳无鞋十九号,这些衣服里面一共有五个九号,柳无鞋要是抢到跟自己衣服上一样的号码令牌,则得一百分。 抢到十九号,或者二十九号,以及一百五十九号,二百五十九号等等,只要尾号十九,则得五分。 要是其他号码,跟九部相关的数字,则是一分。 如果能将跟自己相同的号码全部收集起来,加上自己身上的一枚,足足五百分,相当于抢夺四百个不相单的号码,估计进入之后,所有人都会努力寻找跟自己相同的号码。 毕竟一人顶百人,第七百七十九章试炼,规则很简单,每个人身上基础分是一百分。 讲到跟自己一样的号码,得一百分,尾数相同的号码,得五分,不关联的号码得一分。 进入试炼场之后,估计都会寻找跟自己相同的号码,其次寻找尾号相同的号码。 只有这样,才能拉开差距,进入前五千名,现在开始分发衣服,不论你什么号码,都无关紧要,因为规则是一样的,一号跟五千号并无不同。 据述说完,两万五千套衣服完全被打乱了,堆在他们的面前,每人一件,分成为好几个队伍,每个人拿起一件衣服,随后离开。 每件衣服都里面,都有一枚玉牌,跟衣服上的号码对应。 一号衣服,里面对应的号牌就是一号。 很快轮到柳无鞋,随手拿起来一件,前胸后背上写着七号,用圆圈捐起来。 这套衣服穿上之后,不准脱下来,一直到考核结束,不得隐瞒自己的号码。 每个人拿到衣服之后,暂时不用穿上,以免被对方惦记。 等进入试炼场,所有人换上这套衣服,剩下七天之内,就看他们自由发挥了。 我是150号,你是几号,柳新儿凑了过来,想要知道柳无鞋拿到几号衣服。 七号,这么多人当中,柳无鞋能信得过的,只有柳新儿了。 希望其他七号实力都不高,你只要能抢到所有七号的令牌,就能成功晋级。 500分,正常情况来说,足够晋级了,但是难度很大,你打着对手的主意,对手同样也打着你的主意。 柳无鞋点了点头,他也是这么想的,如果能抢到所有七号,找个安静的地方,老老实实修炼七天。 卡卡卡他们谈论的功夫,平台上出现一座奇怪的传送阵,从中间的地方凸起。 大家依次上去,传送阵能直接送你们进入试炼场,只要用黄色静置捐起来的地方,就不准继续行走,里面的面积足够大,传送的时候,都是随机的,你们落入哪里,我们也不知道。 趋速让他们依次登上传送阵,时间紧急,早点进入试炼场。 尼海依旧是第一个,踏上传送阵,踏上的那一刻,一阵光滑闪烁,身体消失在原地,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 接二连三,不断地有人消失,那些被淘汰的弟子,一脸的羡慕之色。 甚至很多人,境界颇高,淘汰的真玄境,就多达十多人。 连那些话鹦鹉六众都进去了,他们居然无法闯入最后一关,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苗寒轩嘴角浮起一丝冷笑,他原本打算施展一些手段,此刻看来,想要杀死柳无邪的人和其之多,无需自己张口。 估计失恋结束,柳无邪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 我先进去吧,柳馨儿当先一步,消失在传送阵上面,柳林早就进去了,外面所剩无几。 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跟爷爷,柳无邪朝他们点了点头,无法交流,表情却能看得一清二楚。 转身越上传送阵,一道光束包裹,突起柳无邪的身体,随后消失在原地。 等到他身体再次出现的时候,已经不在平台上,而是一处原始山脉。 好古老的山脉,柳无邪甚至不知道这是哪里,只有失恋结束,驱诉他们才会出现,召集所有人,前往某个地方集合。 失恋场具体有多大,只有考官知道,进来的那些弟子,完全不知。 碰到黄色禁制,只能退回,闯过禁制,等于从失恋场退出来,考核失败。 失恋场其实就是一座被人缺好的场地,这些弟子在里面,相互争斗,掠夺对方身上的令牌,从而获得积分。 因为都是随机的,进来之后,各不相干,但也有一些运气较差,进来之后,碰到其他弟子,直接被抢走令牌。 身上的令牌被人抢走,不等于失败,你可以继续抢夺其他人的,一直到失恋结束。 失恋正式开始,第八日早晨,所有人前往心和谷集合,失恋正式结束。 驱诉的声音,通过阵法加持进来,每个人听得一清二楚。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,都能听到,金河谷,这是什么地方?柳无邪暗暗说道,但是很快,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一些树木还有巨石上,雕刻着这座失恋场大概的地形图。 主要是方便这些弟子熟悉这里的环境,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,这里除了他们之外,还有一些强大的选手,一直生活在这里。 也就是说,失恋场是被临时捐起来的,而不是特定的场地。 今年的失恋考核,难度有些大,往年都是人跟人比试,今年不仅要防范同伴,还有低防悬兽。 手持鞋刃,柳无邪身体掠上一株大树,神石朝四周延伸。 好古怪的法则,这里的神石,竟然只能延伸到十米之外。 柳无邪暗暗吃惊,这里的空间法则,被人改动过。 禁止你的神石外放,十米外的一切东西,只能靠眼睛。 如果有个人潜伏在十米外的大树后面,你根本无法发现。 更是增加了考核难度,柳无邪有两个选择,第一留在原地,静等失恋结束。 后果可能是惨遭淘汰,第二个选择,去寻找其他弟子,掠夺他们的积分。 按照往年的预算,最少达到500分,才有机会晋级。 身体犹如一道流星,消失在大树上面,寻找制高点。 十米考官消失在平台上,出现在失恋场上空。 每个考核弟子的一举一动,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 这么快就有人遇到了,他们刚到不久,已经发生了打斗的事情。 因为今年不限制你厮杀,抢夺令牌的事情,战况极为激烈。 柳无邪刚跃上一株大树,一道灵力的剑气,突然斩下来。 此人一直隐藏在这里,有人经过此地,突然偷袭。 找死,柳无邪很恼怒,他最厌恶就是偷袭。 既然遇到了,何不光明正大的交战,截刃进生元气之后,威力大增,突然凌空斩下。 咔嚓,斩下来的长剑,直接被邪刃劈开,化为无数碎片,消失在天地之间。 一名话英六重出现在柳无邪面前,一脸的呆滞。 他手中的长剑,怎么会被镇断?事实就是如此,小子,竟然是你。 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,青年露出一丝猙獰。 他身穿19号衣服,跟柳无邪的号码不关联,就算抢夺了彼此的令牌,只能得一分。 一分也是积分,谁也不会放弃,柳无邪压根不认识他,可能是因为自己这几日出尽了风头,每个人都认识自己,这也正常。 从柳林的口中,许多人已经得知柳无邪的名字。 柳林也在借助大家的手,来除掉柳无邪。 你想杀我,柳无邪眼眸一冷,如果对方乖乖地交出令牌,他也不会大开杀戒。 废话,我不仅要杀了你,还要掠夺你身上的气韵,搜刮你的魂魄。 青年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气,柳无邪身上集合了太多人的气韵,只要他能掠夺过来,全部成全自己。 那你可以死了,他有杀心,柳无邪也有杀意,既然如此,那就不死不休。 青年换了一把长剑,继续朝柳无邪劈砍下来。 这一次,柳无邪没有硬抗,而是长驱直入,直奔青年面前。 站在虚空上的十名考核官,大多数人对柳无邪很是好奇。 出现的那一刻,就吸引了好几名考官的眼神。 他在干什么,一名女性长老一脸不解,两人境界相差悬殊,柳无邪难道不应该选择游斗吗? 这样直接冲上去,是嫌自己命长了。 话音一落,柳无邪身体已经出现在男子的面前。 速度快到了极致,男子甚至还没反应过来,直接被柳无邪一刀封喉。 这个结果,打得十名考官一脸的措手不及。 我们都低估了他的战斗力,一直以来,他们都认为柳无邪不过星河境,战斗力肯定一般。 此刻看来,他们都低估了,尤其是突破星河九重之后,柳无邪更是所向披靡。 除非是遇到真玄境,一般的话音境,很难威胁到他,但也不排斥一些妖孽。 考核的时候柳无邪注意到国,有不少话音境,实力极强,他们同样具备越级挑战的能力。 广哥告,我最近在用的追书APP,万元神器APP缓存看书,离线朗读。 杀死对手之后,从他怀里找到一枚19号领牌,柳无邪丢进储物戒指。 杀一人只得一分,太少了,尸体都懒得处理,直接丢在原地,身上的储物戒指则被柳无邪拿走。 继续往前走,惊气神提升到顶点,以免还有偷袭的事情发生。 一刀斩杀话音又重,让苗寒暄脸色很难看。 柳无邪的妖孽天赋,让他意识到了危机,一旦成长起来,将是自己的灾难,他必须要死,一定要死。 我有点事情,马上回来,试炼考核,这些考官可在可不在,或者留下一人照看便是,等第八日早晨再过来。 其他考核官也没在意,每一届基本都是这样,谁有事谁就离开。 今日是第一天,估计明天就没剩几个长老了,他们轮着前来。 苗寒暄离开之后,没有返回天灵仙府,而是进入山脉深处。 拿出一枚奇怪的灵符,突然燃烧,装手不断刻画,一道道诡异的浮顺着虚空,流入到失恋场。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不少弟子脑海之中,出现许多奇奇怪怪的景象。 赤柳无邪,他在搜树林,收到这个信息的人,不在少数,大多人脑海之中,都出现这个画面。 有人在暗中通知他们,柳无邪的具体下落,第780章千里追引述,不论这个信息是真是假,还是有很多人,打算前往苏树林,寻找柳无邪的下落。 他们看中的不是柳无邪身上的令牌,而是他的天赋,以及他的气韵。 只要杀了他,不夺他的气韵,加持到自己身上来,何愁不能成为天灵仙府的一员。 那些画面一闪而逝,其中一个画面,连柳无邪衣服上的号码,都呈现出来。 哈哈哈哈,他竟然17号,老子这就去。 另外一处树林,传来一道爽朗的笑声,得知柳无邪是7号,第一时间杀过去。 讲到柳无邪的令牌,那可是100分。 柳心儿刚看过一条小溪,魂海中同样出现这幅画面,脸色瞬间一变。 是谁在暗中通知我们,无邪的具体下落。 柳心儿意识不到妙,有人故意针对柳无邪,将他的位置告诉其他弟子。 一旦形成河围,柳无邪很难逃出去,我要尽快通知他。 柳心儿立即掉头,朝搜树林迅速掠去。 一时间,大量的弟子,朝搜树林逼近,这个现象,已经惊动了虚空上的考官。 怎么回事,为何大家全部朝搜树林赶去,我记得那小子还在搜树林。 除了苗寒轩离开之外,还有两名长老跟着一起离开,虚空只剩下七人。 拘束一脸凝重,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,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柳无邪的行踪。 能做到这一点,只有他们十位考官,按理说,考官提前告诉其他弟子的位置,等于作弊。 按照以往的规矩,这名考官等于触犯了天灵仙府的规矩。 今年不同,天灵仙府允许他们相互厮杀。 苗寒轩也从屈宿的口中得知,辅主想要给柳无邪制造麻烦。 他不过顺水推舟而已,就算被屈宿等人知道,那又如何? 目前来说,屈宿等人猜到是长老搞的鬼,离开了三名长老,至于是谁,暂时不得而知。 插一句,我最近在用的追书F,幻原神器F缓存看书,离线朗读。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,柳无邪跟苗寒轩之间有恩怨。 柳无邪全然不知,自己的行踪,早已众目睽睽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 大量的人影,从梭树林四面八方赶来,真实又无法延伸太远的的距离,等他们靠近百米之内,柳无邪通过视线,这才发现,接近百人,朝自己包围过来。 怎么回事,他们为何都涌向苏树林,制炼场的地形图,基本所有人全部掌握,每个地方都有标记。 到这一刻,柳无邪都不知道,这些人是冲着他来的,以为苏树林出现宝物。 对于他们来说,柳无邪就是一尊一栋的宝物。 难道是冲着我来的,一个不好的想法,在柳无邪脑海之中滋生,苏树林压根没有什么宝物,他刚才早就踏遍了方圆几百米。 这些人突然出现,只有一种可能,奔着他而来。 眼神一鸣,大脑在飞速地运转,到底是谁泄露我的信息,不到半个呼吸时间,柳无邪想到很多种可能,最后得知,有人将他的位置,泄露出去了。 这些弟子肯定做不到这一点,平台上的那些人更不可能,试炼场跟平台,相隔无数理。 那只有一个结果,考核官,痴明考官,逐一排除,得出最后的结论,只有苗涵轩。 只有他,巴不得柳无邪赶紧死,苗涵轩,我跟你势不两立,离得较近的弟子,已经逼近柳无邪30米之内,彼此的视线,都能看到对方。 虽然柳无邪没有证据,这一切都是苗涵轩所为,但是他非常确信,此事跟苗涵轩一定有关系。 没有时间想太多,柳无邪第一时间,旋转方向,找薄弱的环节通围出去。 他虽然战斗力彪悍,面对这么多人,胜算几乎为零。 四面八方,都有人涌过来,柳无邪朝西南角穿过去。 那边没有真玄境,只有几名画阴镜而已。 几十米距离,眨眼极致,柳无邪,看你往哪里走,三名男子同时出手,凌厉的剑气,将周围的树枝,全部震碎,化为无数鸡粉,满天的飞舞。 柳无邪不退反境,身体长驱直入,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。 一字斩,截刃举起,撕开空气的阻力,出现一条真空通道,两侧的树木,全部炸开。 中国来三人脸色大变,他们低估了柳无邪的实力,其中一人,高达化音八重镜。 居然被柳无邪的刀气死死的压制,无法反抗。 融入玄金之力,又得到雷神之锤的锻造,携刃的品级,早已达到巅峰元气程度。 居宿等人站在空中,眼眸一缩,他们不仅仅是低估了柳无邪的实力,而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柳无邪的底线到底在哪里。 我似乎明白辅主为何要给他制造麻烦了。 居宿暗暗说道,辅主的意思,给柳无邪制造麻烦,让他快速成长起来。 他们等不起了,真五大陆已经出现裂痕,再不能回归星域,真五大陆还会四分五裂,彻底消失在宇宙之中。 只有降临星域法则,真五大陆才能真正完善,形成一座完整的大陆。 这些信息,他们这些老一辈自然知晓,柳无邪寒怒而发,没有任何留情,一出手就是绝顶招式。 痴痴痴三人身体定格在原地,脑袋全部飞起来,被一刀斩断头颅。 尸体直接被磨焰断烧,消失得无影无踪,柳无邪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,以免被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战斗力。 其中一名男子,身着77号,伟号跟柳无邪对应,获得五分。 其他两人号码不对称,增加一分,撕开一道缺口之后,柳无邪迅速消失在原地,离开了苏树林。 眼睁睁地看着柳无邪逃走,苗寒轩眼神阴沉的可怕。 柳无邪越强,他就越不安,必须要趁着柳无邪还未加入天灵仙府将其杀死。 真要是伴入某个老古董门下,再想杀他,非常的难。 又是一枚灵符出现,继续燃烧,这一次灵符化为一道诡异的印记,直接钻入柳无邪的衣服上面。 柳无邪身体突然一正,目光朝四周看去,仿佛有无数双眼睛一直盯着他。 千里追隐树,一股浓郁的杀气,从柳无邪身上喷涌而出,犹如洪水一般。 苗寒轩,此生不杀你,我是不为人。 被人下了千里追隐树,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,都会留下记号,被其他人追杀。 除非柳无邪实力高于苗寒轩,才能将追隐树抹除掉。 现在看来,柳无邪没有这个能力,不过千里追隐树也有时间限制,也就六七天时间而已,到时候追隐树自己会慢慢消散。 那些得到灵符指引的舞者,他们感知到一股气息,顺着这股气息指引,就能找到柳无邪的下落。 这一切,趋速等人自然看在眼里,怎么回事,苗寒轩为何要这么做? 不少长老看不懂了,虽然辅主说加大难度,却没有说这样做,直接将所有的矛盾,对准柳无邪一人。 我也觉得奇怪,柳无邪第一次考核的时候,苗寒轩就露出强烈的敌意,想要将其杀死,如果不是封长老的推荐信,可能已经死了。 还剩下七名长老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 难道是辅主的授意,猜来猜去,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,索性作罢。 从这一刻开始,柳无邪一刻不敢停留,无时无刻都在逃命,因为附近还有大量的弟子,朝他奔过来。 尤其是伟号跟他有关联的,不惜一切代价,也要斩杀柳无邪。 离开梭树林,柳无邪进入一片峡谷,闻到一股强大的玄兽气息。 这里折服一尊强大的玄兽,人类突然进来,玄兽意识到了危机,发出一声咆哮。 魁蛇,柳无邪大吃一惊,一条长石杖的魁蛇出现在他面前。 浑身长满着鳞片,魁蛇可是龙族的后裔,身体里面蕴含一丝龙族血脉。 修炼晚年,可以进化成真龙,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一只,估计在此地修炼无数年月了,一直没有人前来招惹。 或者说,天灵仙府早就知道,相互不干涉而已。 魁蛇张口咆哮,恐怖的腥臭之气,直逼柳无邪而来。 我不想与你为敌,我只是路过此地,给我让开。 身后有大量追兵,柳无邪不想跟魁蛇过多纠缠,耽搁一些时间,身后的高手就能追上来。 对于他来说,这一次机会,最好能借助试炼,帮助自己突破画阴镜。 就算遇到真悬,就算不敌,安全地活下来,问题不大。 魁蛇境界极高,巅峰九阶悬兽,堪比人类的画阴镜巅峰。 就算是真悬一重,都不敢轻易冒犯,魁蛇被挑衅了,小小的人类,竟然对他口出狂言。 虽然魁蛇不会说话,智商却不低,这个时候,小伙从柳无邪怀里钻出来,探出一个小脑袋。 探出的那一刻,魁蛇突然缩了缩脖子,往后退了一步。 这个举动,让柳无邪大吃一惊,堂堂魁蛇,居然会怕小伙。 应该是血脉上的压制,才导致魁蛇后退,而不是小伙的境界高于对方。 吞服这么多灵果,小伙如今也不过六阶悬兽,远不是魁蛇的对手。 小伙突然呲牙咧嘴,对魁蛇做出凶恶的动作,吓得魁蛇还在后退。 小伙,能不能操控魁蛇,帮助我截住这些人。 身后追兵越来越近,柳无邪集中生智,单凭他一个人,很难对付这么多高手。 如果有魁蛇相助,那胜算将很大。 刚才三名化音镜被魔焰断烧,吸取了大量的化音法则,对柳无邪帮助极大。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柳无邪脑海滋生,杀死更多化音镜,帮助自己突破。 1200 12000 1200